香港律政司在6月5日日品高等法院申請法庭禁制令 禁播2019年反修例歌曲《圓榮光歸香港》 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就出口述警告 說藐視法庭罪最高刑罰是7年監禁 例如YouTube、Google他們都拒絕將歌曲下架 那就有機會干犯協助他人藐視法庭罪 如果根本不在香港,這個法例因為有地域限制 可能管不到,但如果有人在香港 下載歌曲然後分法,下載和分法都同樣觸犯法例 根據政府公告引述《日品狀》提出 申請禁止以任何方式將歌曲的曲調、歌詞或曲詞 在網上平台或媒介廣播 表演、刊印、發佈、出售、展示或複製等等 以制止任何人意圖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日品狀》列了32首 在YouTube可以找到不同的版本 其中一些影片 還標注為香港國歌 並且包括多國語文、純樂器和中樂合奏版本 禁制的範圍還包括 《願榮光》的二次創作 並指出這些行為是意圖侮辱國歌 違反了國歌條例 令人容易誤解《願榮光》歸香港 是香港特區的國歌 並聯想到香港是一個獨立國家 因此這個《日品狀》申請禁止相關的線劃、協助、教唆 明知而授權 或允許播放這些行為 政府發言人就說 一直都尊重和重視《基本法》 保障的權利和自由 包括言論自由 但是言論自由並不是絕對 強調今次的申請是必要、合理和合法 符合相關人權法案要求 只是同現行法律相負相成 向公眾明確指出 相關行為可能構成刑事罪行 不應該以身示法 等等等等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 法學院訪問學者黎恩浩 他接受追新聞訪問表示 目前評論言之上早 有待法庭裁決的判詞內容 領訊日期待定 當中還要看藐視法庭罪 是否涉及域外法權 黎恩浩重提 未推行廣區國安法前 時任立法會議員尹兆堅 他曾提出修改 2019年刑事司法管轄權 條例草案 去處理陳同佳案 當時特區政府回應說 香港是一個普通法地區 在刑事司法管轄權方面 奉行屬地原則 一般只會在全部 或者部分犯罪行為 發生在香港境內 才會行使司法管轄權 黎恩浩就質疑 如果法庭頒布禁制令 涉及域外法權 到時就會變成自打嘴巴 究竟聽2023年 律政司司長林定閣說的話 還是聽2019年鄭若驊說的話呢 只會令法律失去確定性的問題 影響香港法治水準 黎恩浩還解釋 看回香港刑事罪行條例 在刑法上的域外法權 是指疑同色情性罪行 案件是普通法的日品 看不到原因 法庭去改變一貫的原則 除非律政司在日品過程 提出大量國家安全理由 令這個日品禁制令 和國安有關 2019年12月 高院頒發禁制令 禁止市民起底 發佈警員的個人資料 當時已經有先例可循 相信政府以禁制令處理事件 在成本上低過動用國安法 或者是煽動罪 又有高阻嚇作用 市民不會因為播放歌曲而被捕 而是因為藐視法庭被捕 加重市民和法庭之間的矛盾 那究竟 在新聞報道播放榮光 有沒有豁免呢? 政府日品申請禁制令後 會否有第三方團體介入? 黎恩浩認為 政府已經日品高院申請禁制令 目前仍然有不確定 要視乎法庭如何裁決 他說既然要外資講好香港故事 既然說香港仍然有法治和司法獨立 但又不容許外資電子平台 儲存和發布這些歌曲 結果不是捍衛言論自由 也都將外資和法庭 放在對立的局面 令外資相當尷尬